今天要做这个买了这个芥菜回来 椰酸菜 我因为之前我做的那个它不酸 因为之前做的那个芥菜 我是用那个椰巴跟酒拿搓的 没有散干了 这次的呢就是把这个芥菜洗干净不用散 然后然后我小沈教我的 用这个桃米水桃米水把它煮开 煮开了再把这个菜放下去 沖水过拿出来 就是要记住不能有油啊 不能有油有油就不行了 好香啊就是桃米水啊 这样把它烫一下 用这个水煮开烫一下 就是我们说的操一下水嘛 脆绿脆绿的 它这个要有一点点发酸呢 这样的话把它然后切的细细的 把它跟那个肉肉炒 放点辣椒 很香大很好吃的 等一下 给这个水再煮开一下 好了 等这个超过芥菜的这个水 等它凉了 然后等这个 我烫好的这个芥菜等它凉了以后 就放到缸子里面去把这个水再倒下去 泡着就可以了 翠绿翠绿的 等一下搞东西压紧了就行了 这更快就做了 可以吃吗 就是那些水 什么是 首先,我们就开始吃一口 我们要吃一口 ~! 我们用一个大小小的水 我们用一个大小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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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捏个两天 捏个两天差不多可以了 放在这里 我那天椰的酸菜 可以了 挺漂亮的 好香啊 一点点酸就可以了 不要太酸 好香啊 野果野菊的 好香啊